二十二下午四点多 两名女子急车双载 飞奔到屏东小琉球分队 后座女乘客很焦急 因为她的右手卡着啤酒杯 不知道如何处理 女子的手卡着玻璃杯 但仔细看杯底脱落 整只右手卡进杯子内部 卡得死死的 消防队紧急用沙拉油润滑 套上塑胶手套和纸片 防止切割啤酒杯受伤 当时妇人手指已经开始发紫 利用破坏剪 先保护好她的皮肤 跟那个玻璃杯接触的地方 然后小心翼翼的把玻璃杯剪碎 女子右手卡住的 就是像这样的啤酒杯 在餐饮业服务 就是像这样洗杯子 洗着洗着杯底就脱落 奇怪了 她怎么洗的 有办法把底洗到破掉 她原本就有裂缝吧 每天做家事的妈妈也不懂 怎么洗杯子会洗到 右手卡进杯子内 追究玻璃杯的材质 啤酒杯是玻璃做的 在溶溶过程中 都有可能产生小裂痕 经过长期外力撞击 还有冷热温差 加速破裂 因此清洗杯子一湿力 玻璃杯底就会整个脱落 玻璃因为它是容易脆化的 所以它可能因为早先 它外力的撞击 或者它原本就有一些温度差 造成的破坏 或者是它本身在溶制的 烧淘过程中 它里面就有一些些微杂质 导致接下来它一手去洗的时候 湿力顺势就把它穿下去了 可能因为长期碰撞 加上温差 导致玻璃杯一洗 底部就脱落 女子的右手才会卡进去 信仰消防队即使切割玻璃啤酒杯 才让女子的手腕顺利脱困 但杯子卡手 这样的情况实在少见 三迪星文章正如 黄家瓶朱俊杰 评论报道